大家好 爱情一队小毛军又在家见面了 南韩男神赵云成长相帅气 身材高挑 近日主演模模异异能 金斗志角色 牢牢俘获少女星 戏剧仍在热播之际 他事务日竟被韩媒爆料 即将与41岁美女主播朴善英结婚 天呐 我还以为是韩孝周呢 不过公司马上否认了这项消息 并表示 不断是恋爱传闻 结婚传闻 全都毫无根据事实 根据赵云成官方的回应 他现在人在海外拍摄罗洪珍 科幻惊悚电影 Hope很是忙碌 至于美女主播朴善英 则是与家人在国外旅游 去了解他的所属经纪公司 还在联系本人确认消息中 主播朴善英过去是隶属于 SBS电视台的当家主播 知性外貌 笑容甜美 拥有着很多忠实粉丝支持 但他2020年宣布退社 此后便以主持人身份在荧幕前活动 登上过不少综艺节目 随了刘在希的访谈节目 Leo Cuse on the Block 也曾访问过他 对于常文出来的原意 有韩国网友解释说 是因为赵云成已经42岁了 而且他还表示想结婚 与此同时 赵云成的理想型言论 正在受到网友们重新审视 赵云成在过去的下方中透露 他更喜欢含蓄而有魅力的女性 而不是只看外在因素 他的理想型包含了 含蓄而有魅力的女人 以及具有微妙魅力的场景 而对于他的结婚对象 粉丝们纷纷提出了新的候选人 有人认为赵云成和韩孝洲 在一起会很般配 粉丝们对于赵云成的喜好和观点 非常赞赏 认为他的想法与常人不同 因此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 而此前赵云成曾经在采访中 公开谈到合作韩孝洲的感想 说到我的老婆是韩孝洲啊 我很满意 而近期韩剧《Mu-Mu-Mu》呢 也正在热播当中 韩孝洲和赵云成 也因为这部剧成为了九月韩剧的热度演员 韩孝洲过去以灿烂的遗产爆红 后又以同意攀上事业巅峰 不仅创下33.1%硕士佳季 更一举在百想丰厚 演技备受肯定 而2016年的W两个世界 也将韩孝洲推向新高峰 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最爱女演员 近期韩孝洲又携来新剧《莫名义能》回归 她在剧中完美眼活 拥有超无感的妈妈李美贤一角 演技打动人心 和赵云成的CB感更是吸睛 也让韩孝洲再度收获满满好评 成为近期人际最火红的女演员之一 有着长腿欧巴始祖名号的赵云成 过去以巴厘岛的日子走红 不仅创下40.4%超狂收拾成绩 当时年仅23岁的她 更一局登顶夺得百想师弟宝座 至今仍是百想师上最年轻师弟 而后赵云成又以那年冬天风在吹 没关系是爱情啊 攀上事业巅峰 精湛演技引起无数好评 在海外海内都收获高人气 近期她会携来时隔九年的新剧《莫名义能》 以极具角色魅力的金斗志一决 圈粉无数 人气及话题度都因此再度飙升 这部剧之所以这么受人欢迎 是因为这部剧有很多的剧情 前后呼应细节彩蛋 让人觉得细节满满 一看导演编剧确实是用心了的 韩小舟饰演的美贤知道斗志会飞后 就在和她分离的世界里 养成了望向天空的习惯 时不时会抬头看 盼着斗志会出现在空中 而最新17集中 美贤得知儿子凤夕可能有危险 就决定要动真格战斗 她在踏出门外时 又抬起了头看向天空 直到最后一刻都期待斗志会出现 十分心酸 当年斗志被国情医院抓回去后 美贤就独自抚养缝隙长大 而在十多年的时间里 美贤其实一直都在等斗志 因为斗志知道美贤喜欢紫色 曾靠着紫色窗帘找到美贤家 美贤便一直将她身处的空间 变成紫色 像是一开始住的棚子 将家里屋顶砌成紫色 换上紫色窗帘 处处都能看到紫色的元素 美贤还开了一间名为南山炸猪牌的餐厅 大大的霓虹招牌 紫色的深夜营业字样 都是她和斗志的回忆 能成为斗志在空中的指引 而美贤以前一个人带着缝隙吃饭时 也点了炸猪牌来吃 这时候的美贤一定特别想念斗志 在美贤身上常常能看见紫色衣服 且之前她曾和斗志一起经营果园 一起照顾各种果树 其中苹果是制作斗志爱吃的猪排酱的秘方 美贤家里便只留下了苹果 美贤的生活里真的是处处都与斗志有关 充满了她和斗志的爱和思念 赵云成在剧里饰演的金斗志有飞行能力 和美贤生下缝隙后 能力也遗传给了缝隙 而过去 斗志曾抱着美贤 飞上天看雪花飘落的美景 缝隙学习走路时 也曾带抱着她的美贤飞了起来 形成了呼应 爸爸和儿子都抱着妈妈飞起来 两幕画面拍得很唯美 氛围十分温暖 斗志是不会滥杀无辜的人道主义者 他曾向张助元说 自己除了目标外 不会牺牲别人 因此开枪都只瞄准肩膀附近射击 让对方能失去能力就好 但斗志被派去审核张助元 看到张助元舍身就窒息 被逼到无力反击时 就直接把恶人一枪毙命 代表斗志认可了助元 俩人也才能变成好搭档 国情院重新成立后 朱元决定回到黑色小组 跟着参加作战 回归后第一次作战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而志希看到朱元回家后 也从背后抱住了她 谢谢她平安回来 给了心情不好的朱元安慰 朱元答应让喜秀报告提搭后 喜秀就在离开店里前 给了朱元和志希一样的背后抱 母女俩就是朱元存在的意义呀 喜秀是很乖巧贴心的女儿 妈妈离世后 她会帮还没回家的朱元准备晚餐 也经常在客厅等爸爸回家 等到睡着 喜秀长大后仍没有变化 她依然会帮爸爸准备晚餐 也还是会不小心睡在沙发上 是相当暖心的呼应细节 张祝元又有再生恢复能力 女儿喜秀也遗传到了这项异能 过去张祝元曾靠在这个超逆天的能力 一人单挑一百人 而喜秀发现自己不会受伤后 则是无所忌惮的 一人单挑十七人 又有妻妇 又有妻女呀 班长强勋爸爸 财满是有智能障碍的异能者 个性单纯善良 前面的现代戏中 可以看到他每天都会用手表叮闹钟 在固定的时间等儿子强勋回家 而且是 这是财满以前就有的习惯 强勋还在念幼儿园时 财满局会设闹钟 去见儿子下课回家 一直持续到强勋上高中 财满总会开心的迎接强勋 这些细节彩蛋 让故事的剧情更加完整 不仅故事精彩铺陈 也很细腻 所以才会上线至今 好评不断 这部剧不仅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还成为了迪士尼家 史上观看次数最高的 韩国原创剧集之一 将平台的用户数量 提高了整整47% 这一成绩着实惊人 所以彰显其在影视界的影响力 木逸能的成功 不仅体现在收视率和口碑上 还在于其独特的故事情节 和高质量的制作 剧本的深度和趣味性 使观众无法自拔 而角色的鲜明立体 塑造则增添了情感共鸣 这个成功的背后 除了韩笑周等 主演的出色表现外 还有整个剧组 在剧本 场景和特效制作上的 精湛工艺 这使得木逸呢 不仅在国内 甚至在国际上都被受瞩目 外媒都赞誉它为一部 让全球观众 眼睛为之一亮的 全新英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